亲爱的灵魂家人 你知道吗 塔罗牌占卜 它不仅仅是一种占卜的工具 它包含着非常神秘的能量 和灵性的启示 我们可以使用塔罗牌占卜 来预测未来 某一些事件 或者是当下事件的一些发展趋势 我们也可以了解自己内心深处 与我们的潜意识 与我们的高我进行连接 同时在进行塔罗牌阅读的时候 你的内在直觉 跟灵性资源都是会被唤醒的 让你更好的理解 和对应生活中的挑战跟机遇 同时也可以通过塔罗牌占卜 连接你的前世 连接你的精神 连接你的指导灵 连接你的守护天使 让他们给你传递一些讯息 给你们灵性上面 有更多的一些启迪 通过塔罗牌的互动 可以增强更多自我的意识 帮助你达到心灵上面的连接 6号塔罗牌呢 也是可以让你不断的自我反省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知命改运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塔罗牌占卜 它并不是算命 它没有办法去确定 你的未来是怎样的 但是呢 你可以用上帝视角看一下 当下你的思想行为举止 是否是在把你引向你自己喜欢的 适合的道路上面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可以去利用塔罗牌的智慧 给自己一些提示 要去做一些调整 要去做一些改变了 所以塔罗牌也是可以做自我检视的一个工具 当你利用好这个占卜工具之后呢 你确实可以得到受益匪浅 很多很多的一些价值作用的 我们都知道很多非常富有的人 或者是非常成功的人 他们有自己的塔罗牌占卜师 时不时的会去做一些连接 让自己呢 可以有更多清晰的方向 让自己也可以清澈一下浑浊的能量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塔罗牌占卜师 这个占卜师是给你带来正向的正面的 是可以给你带来积极的作用的 是可以身心灵舒服的 不一定他会告诉你 你应该往怎么走 而是呢 在跟他做连接 听他读牌的时候 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积极的能量 让你更舒服 或者是让你更毛色盾开 让你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判断都是非常好的 今天呢我们就用塔罗牌占卜 来连接宇宙的能量 让你获得更多灵性的智慧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让你了解自己的内在 也让你看到当下生活之中 你可以获得哪一些智慧 你可以收获哪一些启示 面对今天的占卜呢 需要你有一颗非常开放的心 愿意去接收来自宇宙的智慧跟能量 目前桌面呢有三组塔罗牌组 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 我们要从其中一组牌卡选择进行聆听 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 你足够开放的话呢 你也可以三组都听 从这三组里面呢 提取到对你有价值的讯息 让你去开拓 让你去成长 让你自己在当下的行为举止上面 去做一个更幽静的一些调整 最终任何事情都是事在人为 你可以吸收整个视频的智慧 整个视频的能量 当然在您听讯息之前 希望你在公平打出来 接收宇宙祝福 接收宇宙能量 接收视频的能量等等的字样 跟整个视频的能量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连接 接收满满的幸运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在选择排卡之前 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 小仪式之后 我们再来选择排卡进行聆听 请现在跟着我做 闭上眼睛 深呼吸 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 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 肩膀下沉 腰背挺直 大口吸气 大口吐气 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什么都不想 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 亲爱的宇宙 请给我重要的指点 帮助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感谢你的指引 询问完之后 睁开眼睛看到那张排卡 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 那么从左之右分别是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每组排卡对应的时间 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宇宙要给你的启示 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私人占卜 一对一的占卜的话呢 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又有对应的老师的联系方式 申请好友的时候呢 请记得私占 各占 希望老师可以帮助等等的字样 我才会加你好友 为你做各占 那占卜选项呢 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关于你的前世 今生 让你更多的了解你自己 第二类呢 可能就是具体的三个问题 那任何方向都可以 你可以爱情啊 事业啊 财富啊等等 你所有困惑的问题 具体三个 第三个选项呢 就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 有宇宙给你一些答案 给你随机的答案 比如说 关于你的正元讯息 那么宇宙呢 可能就会告诉你 你们相遇的时间啦 它的特质啊 等等的 所以选项呢 是有这三类 价格呢 都是在45美金 支付方式 是会有多种 网络上面的支付方式 当然 你需要各占的时候呢 老师才会把这些详细的讯息 给到你的 记住哦 各占一定要提前预约时间 没有办法 当天预约 就当天占卜 因为 每天呢 老师只能做三个私人占卜 能量有限 每一次私人占卜 连接之后呢 我都会非常非常的疲倦 是有很大的能量消耗的 好吗 希望呢 大家可以理解 我慢慢来进行一个预约 排一下这个占卜的时间 最后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好 套路排占卜哦 让我们得到更多 灵性下面的觉醒 让我们吸收到更多的智慧 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享受人生 享受生命 好 废话不多说 你现在选择好了吗 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 亲爱的 宇宙指引你来聆听这个讯息 那么此视频 必定有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哦 宇宙有能量传递给你 希望你可以好好尽心的聆听 那么首先呢 这张牌卡可以看到 近期呢 你正在进行排毒 除了身体上面 得到排毒之外呢 你的心灵上面 你的能量上面 也正在排除负能量 也正在排除浑浊的状态 近期 可能在身体或者是情绪上面 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反应 身体上面比如说拉肚子啊 或者是感冒流鼻涕啊 或者是出现一些消化不良 情绪上面呢 也许可能会不太稳定 有时候呢想要发脾气 有时候呢莫名有一些低落焦虑 宇宙告诉你哦 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你正在做自我的一些调整 你也正在慢慢提升你的旗轮 我们人体呢是有七个脉轮的 其中旗轮呢在我们的腹部下方 也就是在我们肚鸡眼的位置 是我们的丹田位置 它是人体七大脉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中心 它掌管着我们每个人的情绪免疫力 以及消化系统 凡是旗轮能量平衡的人 通常呢情绪都非常的稳定 免疫力比较强 消化系统健康 那目前呢你正在慢慢的去调整至更多的一个旗轮上面的平衡 增加自己的能量 去释放自己的一些负罪感 提升自己的宽速力量 让自己更加的和形 宁静和平 近期呢你也可以多多的去做一些实际上面的事情 来帮助你加速旗轮的能量提升 首先可以多运动 可以早睡早起 也可以去学习接纳自己 多在镜子面前呢 鼓励自己夸奖自己 肯定自己 告诉自己 这么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 非常感谢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呵护 也可以多去参加一些公益团体 公益活动 从中呢收获更多的自信心 更多一些积极的能量 当然做瑜伽啦 做冥想啦 都是有很棒的提升作用的 还有就是 静气一定要多多的去接近大自然 特别是楼层住的比较高的朋友 你是离地面更远了 那么可能吸收到地球大地的能量磁场就会更加薄一些 多去一些沙滩或者是登山去河流去大自然中一些地方 脱掉鞋子脱掉袜子 广角呢踩在草坪上踩在沙滩上都是会给你很强的力量 让你吸收大地能量去让自己的磁场打开 让自己的脉轮更快的循环 然后可以让自己更多增强这种免疫力 当然平衡其轮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不要着急培养一些好的生活习惯 通过呼吸 通过自愈 通过提升自己的情绪 这些呢都是可以让我们加强自我的能量场 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达到一个平衡其轮的能量状态的 你已经呢正在很好的越来越多的去做一些积极的调整 保持阳光就会看见很多彩虹 就会越来越看到很多幸运的事情都在周围发生 一定要相信宇宙给你最好的安排 一定要相信自己呢会越来越有活力 越来越热情正在排出一些坏的东西 不好的暗黑的人事物暗黑的一些能量 那具体呢宇宙还会给你来一些讯息 我们来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大家进行传递 好那么首先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哦 你是一个有一定艺术审美力的人 希望呢你可以把艺术融入到你的生活之中 这样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可以大大的去影响加持你的个人魅力 增加你的修养 增加你优雅的一些品质 也会让自己有更多的新鲜感 更多的活力 让你的生活不会过于的枯燥 多一些情绪 多一些精彩 欣赏自己跟人生的美好 感知世界上面的多姿多彩哦 所以近期呢可以多去画廊 多去参观一下博物馆 多去一些书店或者是去健身 去跳舞都是很好的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你会不会一直在埋头苦干追逐金钱 追逐名利呢 希望呢你可以在生活之中 去一定要有自己兴趣爱好的培养 是踢足球吗 是打篮球吗 是骑自行车吗 还是说跳舞 还是说画画等等的 你要去做一些自我的解释 回想一下 你自己小时候喜欢什么 你是对漫画书十分着迷吗 你是喜欢去画树苗吗 或者是你喜欢看蚂蚁搬家吗 你到底对什么事情是可以废寝忘食的 小时候特别有兴趣的 希望呢你可以重新捡起来 那种小时候对某件事情的热情 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培训课程 学习你喜欢的东西 如果喜欢画画的话呢 就去学习画画吧 如果喜欢看漫画 或者是喜欢画漫画的话呢 你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你也可以去逛一下工艺品商店 去看到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一些爱好 或者是你喜欢去学习陶艺 你喜欢做飞机模型 或者是你可以去逛一些五金店 可以去从事一些木工 手工活 或者你喜欢园艺 喜欢种植鲜花 植物之类的吗 无论如何 请不要放弃属于你的艺术兴趣爱好 我们到地球来 不是苦苦在那边挣钱 或者是追逐名利的 不需要一定要在事业上面 获得一个成功 或者是达到父母的一些期望 通通去忘掉这些 而是好好的享受生活 让自己生活里面呢 也充满的这种艺术的氛围 会给你带来更强的能量 会让自己呢 更加享受生命哦 近期你去增添一些艺术活动 去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会有更多丰富的收获 你会有更多内在力量的强化 你也会增强更多的自信心 除此之外呢 你可能还会寻找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有相同的艺术喜好 大家有相同的一些话题 因为近期看到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会有友善 会有互相尊重 会有共同的目标 会有一致心意 会有互相依赖 会有加强连接 代表着在对的环境 对的房间 对的地方 你会见到志同道合的人 自己的人际关系呢 是会有积极正向的一些拓展的 如果你在工作的话 那可能跟同事之间 会有更加紧密的一些合作 或者是跟客户之间的沟通 会更加的顺畅 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呢 同学之间应该也会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团结 更加的有组织能力 无论如何在人际关系上面 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发生 也许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也许会建立更广的一些人脉 也许呢会遇到自己心动喜欢的人 总之在人际关系上面是有惊喜的 所以要多多的走出自己的家门 去参加一些活动去参加一些聚会 去对得开心的地方 认识一些新的人脉 这些呢是会给你带来积极的价值作用的 除此之外呢看到近期 你也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原则规范 你是可以帮助自己在生活中 工作中做出正确的一些行为的 慢慢的会离开一些不规范 模糊不清的关系 离开一些有毒的环境 如果你工作的环境是你非常不喜欢的 充满着恶性竞争或者是办公司政治的话 你就可以辞职转身离开了 对不对何必让自己在一个非常压抑不开心的环境里面挣钱呢 有手有脚哪里都可以挣钱 或者是凭着自己的努力 无论如何怎么样的一些地方都是可以挣到钱的 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生活舒适 最主要的是自己内心感受是舒服的 也看到呢你会开始更多清楚的去传达自己的喜欢 自己的不喜欢 自己愿意去接受还是不接受 也敢大声的去拒绝 也敢大声的say no了 让自己呢更多坚持自己的一些规则 坚持自己的理念 你不需要过多的服从他人 而是让别人跟着你的规则去走 你也会定出自己的策略 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有原则并不是固执 只是不必勉强自己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也不会让自己一味的去忍让 或者是一味的去取悦他人 没有底线的善良 实际上不是善良而是懦弱 看到近期呢 你的内在力量也会有更多的果敢 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坚定了 你会去学习不动摇自己的决心 更加的正直 更加的有个性 那么当然别人呢 也会更加的去尊重于你哦 其实真正有底线 有边界感的人呢 是会被值得尊重的 近期要还会出现一个冰雪女王一样的人 这个人呢 他可能是非常沉着冷静的 他可能是很酷的 并不是刚跟别人认识 就是笑脸相应 或者是很随和的那一种 他是有一定的边界感 或者是距离感的 不是很快的就去跟别人搭讪啊 很快的熟络起来 这个人呢 他也许会给你一些方向感 他也许会给你一些启示 他也许会给你一些帮助 也许这种帮助呢 并不是说金钱上面的帮助 或者是给你很好的一个项目 但有可能他的一些话语 或者是他的一些行为方式 会启迪到你 让你突然的开窍 或者是让你突然有很清晰的一些方向 另外呢 这边也可能 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很酷的女人 你去谦虚的寻求她 给你一些指引帮助的话 她是愿意去给予你帮助 她是可以给予你一些方向 让你有更多的拓展的 所以也代表着贵人呢 是在你的身边 那么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女生的话呢 近期在遇到麻烦的时候 你只要沉着冷静 理智的去做客观的分析判断 不被情绪拉着走 不陷入到消极的这种能量里面 你是可以手握自己的人生方向盘的 你的方向呢 是可以自控的 不需要担心哦 不需要焦虑 这些挑战麻烦呢 在你自己的亲属判断能力之下 你是有足够的力量去解决这些困难挑战的 近期好像你的挑战会越来越少 你的经验会越来越多 你会很更加清晰的看见自己是谁 自己要去哪里 遇到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你只要在遇事不经的情况之下呢 你的头脑就会很清晰的去帮你做一些分析判断的 深呼吸保持头脑清醒 当你有情绪化的时候只要好好的去睡一觉 或者是美美的吃一顿去忘记这些烦忧 很快你会清晰的去有方向 知道如何去克服这些障碍的 如果说你很年轻 你在生活里面有出现一些茫然盲目的情况 没有关系哦 放轻松 自然而然会寻找的方向的 命运会把你推到你该去到的地方 也许当我们在一些环境或者是在人缘交谈的上面时候呢 你被别人可能问得一头雾水 或者是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的时候 那个时候千万不要急躁哦 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找个借口说你想去一下洗手间 那么到洗手间的时候去洗一个冷水脸 或者是先让自己降温情绪冷静 当自己达到一个平和情绪之后呢 在走出洗手间去面对这些问题 面对这些人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 你会突然有灵感 你会突然知道如何去解决的 所以宇宙也告诉你 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的麻烦的事情 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保持理智 只要在一个很理智的状态之下 你都是可以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的 这是非常棒的详细 好继续 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个浅肤色的男人哦 也可能 他在魔鬼牌卡的旁边 那么代表着近期呢会有诱惑出现在你的身边 这个人他可能非常的性感 他可能跟你会有短暂的激情 如果你想跟他暧昧 你想跟他调情的话呢 你应该会玩得非常的开心 不过呢要提醒你哦 你到底想要怎样的情感 你想进入到怎样的一个感情角色里面 如果你指向要短暂的激情的话呢 那么好消息你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 会有很多的一些浪漫跟刺激 但如果你想要建立长期情爱关系的话 那就要冷静的考虑一下 这个人合不合适你了 另外如果你已经在恋情之中的话呢 那么对于诱惑是否应该拒绝呢 生活里面肯定会给你出现一些考验 考验你的定力 考验你的意志力的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好行 不要头脑发热 以免进入到一些混乱的情感状态里面 最后不知道如何去收藏 好吗考虑清楚 宇宙呢也告诉你 可能近期会听到一些八卦消息 或者是听到一些有趣的消息 其实有时候呢 讲讲八卦是可以迅速拉近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 只要是一些无伤大雅的话题 随便聊聊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一些八卦呢 可能很快的就会把不熟悉的人际关系 拉得比较熟悉 也可能有人呢 会想跟你建立更多亲密的关系 或者是更多的一些信任 所以他会分享一些八卦给你 在你耳边讲一些小道消息 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他是想跟你熟悉 他没有太多恶意的想法的 还有就是宇宙告诉你哦 适当的懂一些八卦小道消息的话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丰富自己的人脉的 如果大家都在讲一个话题 而你自己不清不楚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容易孤立你 所以 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呢 也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下 也可以去谈论一下 这样的话呢 也许更容易融入到这种集体环境里面 当然要做一个好的八卦者 提供可靠的一些消息 并且负责任的使用这些消息 有的朋友也许会出现 有人在你耳边告诉你 也许是你朋友的交往对象 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或者是不好的记录 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犹豫 要不要去告诉你的朋友呢 你怕破坏关系 或者是让你朋友记恨于你等等之类的 宇宙告诉你 一定要主动的去告诉你的朋友 可以帮助他去提高自己的警觉性 让他不要太过于的信任他人 让他可以重新的去判断一下 自己的交往对象 是否是在当下要很快速的建立忠诚 是否呢 还是要戴富眼镜多审判一下的 这些就是真正的 可以让你负责任的 对待一些八卦小道消息 好吗 就以此类推 在办公室环境里面 如果有这些消息的话呢 那该告知别人的时候 就一定要告知 好 除此之外呢 近期在生活上面 还是收支比较平衡的 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 金钱上面的支出 是你不想要的 也许有人要过生啦 你必须要去送礼啦 或者是要结婚要送礼啦 或者是要去请客吃饭啦 要感恩啦 但是宇宙告诉你 没有关系 享受当下 有一些不得不做的支出 但可能会帮你扩展人脉 有可能会帮你拉近关系 送一送礼 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恩 表达自己的喜欢 都是比较好的 特别如果你是在追求某人的话呢 那更是需要有金钱上面的支出 带边吃好吃的 带边去好玩的 然后给别人买一些礼物 都是应该的 即使你是女生的话 也可以借用这些呢 去表达一下你的真心嘛 那这些金钱的支出之后 最后的都还是会平衡的 宇宙告诉你哦 不要太过于的吝啬 该大方该慷慨的时候呢 就慷慨吧 大家都喜欢跟大方的人一起玩乐 大家都都很珍惜 重情重义的人 好 近期呢 在智慧上面 你也会有蛮多的一些收获的 会有新的观点 会有新的方案 你的想法会更加的自由 你也会学会放开 学会走开 学会放下 学会突破 也会在想法上面 有新的创意 新的idea 这是很好的 另外近期也是学习的好时机 思想是很敏悦的 记忆力有加强 然后学习领悟能力是有加强 所以可以多多的去参加培训 可以多多的去吸收知识 也可以多多的呢 去参加兴趣爱好的培养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你的想法也会更加的光明 更加的乐观 对未来呢 充满着希望 你知道吗 在头脑之中 感恩和焦虑 是没有办法同时发生的 所以一旦你焦虑的时候 你就感恩感谢 感谢宇宙给你的能量 感谢身边出现一些优秀的人事物 可以触发你去成长 可以激发你的能力等等的 所以只要掌控了这一点呢 你会更多的看到光明 你会更多的感受到光之回归的 宇宙呢还告诉你哦 近期呢你也有比较强的 国王领导能力 你是可以在团队里面提升大家的士气的 你也是可以近期凸显自己的领导能力 你可以大胆的去申请成为组织者 或者是承担者 你也可以去大胆的愿意接收一些考验 接收一些创办的任务 无论如何呢你是可以激发你的领导天赋能力的 好吗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哦 你是会被尊重会被倾听会被追随的 只要你自信的去展现你的能力 你是可以凸显自己的光芒跟才能 你可以成为团队的核心人物 好接下来宇宙呢还告诉你近期 自我管理能力上面加强了 你会越来越自律 你的语言能力呢 沟通能力也会逐渐的加强 那大胆的去表现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去做沟通都会很好 除此之外呢你的执行能力 还有将灵感具体化的能力都会显现 都在加强 宇宙呢还给你一些警言哦 告诉你不要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做决定 不要在茫然的情况下急于去行动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当你确定好自己的想法目标之后呢 就去积极的行动 当你左右犹豫不决 或者是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之后 就不要去做任何行动 就轻轻松松的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 忘掉这些选择 那当你开心 当你平和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知道如何去做决定的 好吗 一定不要在情绪混乱的时候 去尝试做选择 还有就是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睛呢是会骗人的 希望你用心去感受 你才能感受到真实的一些能量 用眼看人是会看走眼的 用心感受才是真实的 人好人坏呢不能用眼看 情真情假呢用心去体验 特别是现在的这种社会里面呢 很多人都会用社交媒体去包装自己 伪装自己 很多人也会把照片呢 可能摆拍啦 或者是把自己穿得富丽堂皇的 可能带很多精英首饰 背一些奢华的包包 让你觉得它很富有 让你觉得它很有能力 但实际上你要真正的用心去感受 真正富有的人 他一定可能不会带太多的首饰 不会穿很奢华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注重的是安全了 已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nobody 反而穿得花枝招展的人 他希望引起大家的目光 希望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收获 这个一定要分辨清楚 还有就是不要凭着照片 或者是一时的感觉 就去认定这个人 当我们遇到一个人 面对面相遇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他的能量场 你跟他交谈起来 你会觉得舒服 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正能量 那这个人呢 即使可能他没有多大的成就 或者是他的年纪非常的轻 或者是非常的大 但是没有关系 代表他的能量是好的 他会给你带来 比较好的一些讯息 一些作用 你是可以多接触的 但有的人也许 他非常的富有 非常的成功 但你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 你觉得不舒服 那么千万不要再结交了 该离开的时候就离开 一个人给你带来正能量的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因为我们可能 从他身上不会吸收到太多的能量 但是我们不会降低我们的能量 我们会有更多的舒适感 但是一个负能量的人 或者是跟我们的能量 不协调的人在一起的话 我们很容易被吸收坏的能量 我们很容易在对方的身上 吸收到坏的能量 而去干扰到我们好的能量 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能量 这个非常的重要 包括你进入到一个环境里面也是 如果你进入到一个环境里面 你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格格不入的话 那你就赶紧离开 包括可能你工作的环境 因为你在一个 很混乱的磁场环境里面去工作 你也没有办法节身自好 你也没有办法一直维持着自己的高频率 你肯定是会被浑浊的能量所干扰的 那这一点一定要尽清除 特别一定要用心去感受这种磁场 这种能量场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还有就是做决定的时候 不要操之过急 不要用外在去判断一个人 去判断一个环境 另外呢 有时候当你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最好的决定就是不做决定 顺其自然会让你更加的舒服 那么宇宙这边告诉你一个讯息 就是希望你可以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 培养自己平静的内心状态 你越平静 时间就越慢 你越容易年轻 你越容易维持你的青春 你越容易维持好的能量 那你也越容易完成所有的事情 拥抱安静非常的重要 放慢自己的梦想实现的目标 时间 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 会让你更加的快乐 更加的健康 也更加的充实 首先 你最后一次关掉手机 关掉电视 关掉网络 关掉所有的一切 让自己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空间里面 沉思是什么时候 也许是冥想 或者是也许是做瑜伽 无论如何你一个人 在一个很安静的空间里面 很平和 是什么时候 有多久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和感了 希望呢 时不时的 可以让自己离开噪音 不同的体验 不同的感受 可以去经历很多丰富的人情事故 或者是不同的一些事业专业 可以去不同的城市环境里面去生活 也可以多多去旅行 那么40岁的时候 当你完全清晰的了解自己之后 你就可以去创业啦 你就可以去拼搏自己的事业啦 这个时候呢 你会有更强的一些格局 那更多的一些经验获得成功 或者是50岁的时候 再要求自己获得成功 再要求自己可以首付房子 或者是买车子 把自己的这些欲望达成的时间呢 往后移 去学习放慢生活 放慢实现自己梦想欲望的速度 这种慢生活不急不躁的思维方式呢 是可以提高你的人生 生活体验质量的 亲爱的放慢速度 放慢脚步 是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正面 可以帮助你洞察 更多自己的内心世界 让自己的身心灵更加的健康 当时也会去更懂得全身心的投入自己 正在做的事情之中 也会在生活里面 或者是爱情里面 有更多的一些享受 也会这种缓慢的心态 是有更多的一些满足感 体验珍惜你的当下的 放慢速度 还可以让你更清晰的 去思考 做出更好的一些决定 当你不着急的时候 你是可以连接你的内在智慧 你是可以连接你的直觉 聆听自己的声音 也是可以让自己的人际关系 有更深层次的联系的 并且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时光 专注在自己身上 专注在生命过程的风景上面 你就不会错过 也不会留很多的遗憾 所以亲爱的宇宙给你很多很棒的指引讯息 帮助你实现更美好的人生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可能今天的这个占卜视频讯息 听一遍 有一些话语你是没有办法去消化的 可以多听几遍 慢慢吸收这个视频的能量 相信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一些体验 不同的一些感悟的 当你消化好这些讯息之后 相信你的人生将更加的美好 最后呢 祝福你在地球玩得开心 我们不要努力的生活 我们只要在地球去体验 去玩的尽兴就好了 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视频 记得点赞哦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亲爱的 宇宙想告诉你哦 天空中有很多烟花绽放 而这种烟花绽放之后呢 会留下很多桃心 会留下很多笑脸 所以恭喜你 宇宙将给你很多丰盛的安排 今期呢 你将充满着好运 以及意外知习 宇宙将给你满满的祝福 请现在公平打出来 领取宇宙好运 这样的一个字样 接收宇宙幸福的能量 你会看到呢 自己越来越有光芒 自己的内心呢 越来越平和 越来越舒适 运势呢 正在向上提升 自己也会越来越开心 高兴自信 看到你可以逐渐的去实现一些小的梦想 生命中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充满着希望的愿景 让自己呢 也有更多自我疗愈的能力 进化和安宁 也可以跟内心的潜意识哦 得到最清楚的一个沟通 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是想要去哪里 知道自己想要去完成什么 并且呢 在完成自己的梦想之前呢 是不慌不忙 心平气和的一个状态 不会太过于急迫的去逼迫自己 在自己的欲望 事业 希望 成果方面呢 会更懂得 适度得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慢慢的去发展 慢慢的去播种 等待慢慢的去开花 只要通过自己不断的上进 不断的努力 天道酬勤 一定会给你很好的一些收获 很好的一些成就的 对于未来呢 是充满着信心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你也是保持足够的乐观哦 你是会有自己自由 独自的一些时间空间 但是呢 也会和朋友们 或者是喜欢的人 去适当的保持联系 去适当的见面跟约会 在人际关系里面 可以真实的去做自己 说自己想说的话 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呢 也懂得如何去倾听他人 如何去支持他人 如何去尊重他人 所以是有一些 两情相悦啊 是有一种如鱼得水 是有一种情商上面的提升的 这种舒适度呢 非常的棒 另外在金钱财富上面 看到你的需求 并不会很多 不会贪婪 不会享有大的一些消费 该适当节约 该适当理财 该适当支出的时候呢 你都懂得 去有一个平衡的状态 也有可能 近期会有更多 看到的一些商机 或者是有兼职的机会 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创意 通过一些新的idea 带来更多的一些收入 对于你的财务稳定呢 是有强烈的信心的 在生活上面 如果你可以去做一些长途 或者是短途的旅行 给自己适当的假期休息的机会 是可以保持你的生活 身心灵更加的健康的 而近期在你的精神层面呢 也会有更多能量上面的提升收获 看到精神上面 有更多的一些苏醒了 这种苏醒呢 让你感受到更多的积极 快乐 幸福 和新鲜的一些idea 对未来呢 也充满着好奇 保持着冒险精神 感受得到通过自己的努力 未来一定会收获到成功 是有这样的一个 积极的信念所在的 从内而外呢 也有更强烈的一些魅力 整个人都散发着 不拎不拎的 因为感觉到未来可惜 一看得到呢 自己未来是会收获到幸福 收获到自己满意的生活状态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态 在这样积极的想法之下 是充满着气场 充满着光明 而自己的能量提升 也代表着运势提升 也会受到周围的人 更多的肯定 更多的认可 只是在生活旅程里面 我们可能依然会有不安全感 我们依然可能会有一些恐惧 会有一些忧郁的情绪 但没有关系 保持宁静平和 是最佳的一种状态 是可以帮助你控制一些暗黑的能量 排除一些负能量的 也许你会觉得有时候必须要去服从某一种制度 或者有时候呢 要去听从别人的一些安排 没有办法 所有事情都随心所欲 特别的自由 有一种可能要去控制啊 可能要认命啊 可能一定要去给别人一些合作 给别人一些帮助 给别人一些分享的时刻 但没有关系 遇到消极的情绪 要么呢 去适应 要么呢 去调整 你可以消除负面的情绪压力的 特别是在自己的事业工作之中 也许你必须要听从领导的 也许你必须要听从老板的安排 这个安排可能 是不适合你的 可能是你不认同的 但没有关系哦 你可以在工作里面 鉴定这种稳定跟舒适感 大家呢是可以进入互利的一种局面的 也许站在领导者的角色 他们是必须要挣工资钱的人 达到快速完成方案的一些效率的 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呢 你要收获金钱 必须可能要去做一些妥协 做一些屈服 大家呢去完成自己的角色就好了 在生活里面呢 你可以大胆的放松 但是在挣钱或者是劳动工作的地方 就听从一下当下的制度 也是没有关系的 你是一个有弹性能力的人 也可能对于有的朋友 近期呢身边有自己信任的人 或者是有好朋友想要找你借贷 想让你给予金钱上面的帮助 或者是资源 人脉上面的帮助 也许你并不很想帮助 你并不很想借贷 那这个时候呢 不要去压抑自己 不要怕得罪人 或者是不要怕不好意思拒绝 不要怕人情事故 而让自己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不借贷 其实也是设立自己的原则 设立自己的界限 你大声的告诉对方就好了 如果是真的好朋友 如果是真的值得信任的人 不会因为你坚持自己的底线 你有自己的边界感 而怪罪于你的 而最终呢去怪罪于你的人 那代表着他并不是你真正值得信任的人 他可能是想利用朋友 或者是利用友谊 赞别人的便宜呀 或者是有其他一些不好的心思 无论结果如何呢 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当你守住自己的原则之后 其实你会有更多的一些开朗 你会更多的通透 看到事情的一些真相 好好地保护自己 这是必要的 而在情爱关系里面 如果一个人想要另外一方 任何事情都听自己安排的 想要支配着对方 或者是以爱的名义去改变对方的话 那这种情感里面呢 并不会很平等哦 大家都不会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 所以要注意去做一些调整 积极地把自己的不爽 把自己的不开心去达到一个沟通 这样的话呢 要么就会让两个人去学习如何做真诚的沟通 如何去做情感的调整 调整到更加积极 更加正向的那一面 要么呢 没有办法去做沟通的话 两个人就早点好聚好散 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纠缠 就没有太多一些坏的能量了 无论如何 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面 你是可以去建立互相尊重 是可以去创造平衡感的 大多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 近期呢 也许你会遇到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去调整这些事件 到你舒适的一个节奏上面的 遇到事情呢 直面的去面对 你就可以有好的一个纠正 自己的心态呢 其实会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平和 除了说自己在一些智慧 处理事情的角度上面 有更强的一些信心 信念跟能力 你也会在做自我更多的一些更新 在自己更新的调整里面呢 会先观察自己 也会接受自己 当时也会停止大的一个动作 宇宙呢 也建议你不要去做太大的一个动作了 该调整的 该妥协的地方还是要妥协 比如说你在事业里面 那你的领导是一个控制狂 这个时候呢 就先不要着急去辞职 最后他是会看到他自己的一些错误 他也是会慢慢的去纠正的 而是呢 在这个环境里面 先好好的去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你是想要获取金钱才去工作的 那这个时候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好了 不要太想去纠正领导的错误 可能会让自己适得其反 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让自己不慌不忙 让自己有条有理 就会更加的看清楚你的行动方向 你知道吗 一切都是雾随心转 静由心照 烦恼呢 皆是由心生的 你只要静心 你就可以豁达的去释放 纠结 释放比较 而当你越保持静止 越静心和谐安详的话 那很多事情 它自然而然会向着你想要的一个方向去转变的 让你的心静下来 随遇而安 自然时间呢 是会让你看到你周围的能量 有更多的一些和平 正在走向更多的一些和谐 遇到事情的时候 多想一些自己的缺点 多想一些旁人的好处 不去抓牛角尖 让自己有更多利他的心 真正有利他之心的人呢 肯定是会获得成功 肯定是会让别人看到你的真诚 看到你的善良 看到你的大气 看到你的大度跟慷慨的 有利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 慢慢的你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一个领导者 而那些想一己私利或者是想控制他人的领导者 可能他在领导的这个角色里面也做不会很长久的 所以你尽情放心 你只要做好自己的本事就好了 另外呢 近期自己的能量上面呢 也在慢慢的得到一个提升 厚得债务 你有多少的能量 你就会换取多少的金钱 你就会收获多少的物质 你就会有多少的一些爱情或者是友谊 当下你要做的无非就是让积极去打败消极 让快乐去打败忧郁 让勤奋去打败懒惰 让坚强去打败脆弱 亲爱的 其实你真的很好 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哦 你可以在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清晨告诉自己 今天你会很好 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会遇见更美好的一些事情 在这样的一个自我暗示 自我肯定之下呢 你的能量会提升 你的能量会扩展 你的格局会扩大 未来你将会收获更多的一些财务 更多的金钱 更多的爱 更多的光的 当下呢 正在慢慢的去提升 你只要守候住自己的能量 你只要去让自己心平气和的 接受现实 面对一切 接受宇宙给你所有的考验 也接受宇宙给你所有的祝福 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 会玩得非常的开心 当然宇宙呢 也是会慢慢的让你显化更多美好的礼物 美好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这边热情的排卡出现在国王这里 代表着你会遇到一个很正直 严谨并且非常自律的人 这个人呢 他可能像国王一样 他是有很强的原则 有很强的自我界限的 他也可能是白羊座或者是天蝎座 也有可能他从事的是警察呀 或者是法官呀 或者是老板呀 或者是房地产 室内设计 房屋 买卖保险 这些行业 这个人呢 他是非常务实 而且 讲话也是很真诚 有一些霸气所在的 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激情 他可能会给你带来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力 也代表着对于有的朋友来说 如果你在恋情之中的话呢 你跟你的伴侣哦 两个人在对于这份关系 会更加的认真 更加的负责任 你们会有更多的一些调情 激情所在 两个人的爱火呢 是很强烈的炙热的燃烧着 并且你们之间会互相设定一些规范设定一些原则 给彼此更多的承诺 给彼此更多的保护和帮助 那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 很有可能近期会遇到一个年纪比你大 那心智比你成熟 而且非常脚踏实地 讲求规矩自律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给你带来动心 给你带来激情 给你带来强烈的诱惑力 那这个人呢 他是对你非常认真的 也许你们之间会出现一些现实的挑战 但是呢 两个人是愿意去面对这些挑战 互相的去增进更多的了解 增进更多见面的机会 增进可以去升华情感的这种机会的 会去克服现实的挑战 因为这个人呢 他是有很强的意志能力的 他是可以很好的去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去努力争取 去试试一些计划 去清晰的做一些思考 理智的去做一些行动的 因为国王呢 他是有比较强的执行能力 并且他也是一个很一丝不苟的人 他是非常稳重 而且勤奋的是有一定魅力的人 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自己的伴侣要求呢 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比较高的 另外 他希望在两性关系上面 掌握着主动权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呢 他是会积极争取的 他也希望自己可以给对方 带来好的一些物质条件 可能他不会懂得太过于直白 或者甜言蜜语的表达 他有多爱你 但是呢 他会让你看到他的一些行动 在表达他对你的真心 他可能不是一个充满着浪漫的人 但是呢 他愿意在一些很细节的地方 或者是愿意成为你的肩膀 给予你依靠 给予你任何的一些支持跟帮助 他不是一个很懂得调情的人 他可能有一点点的慢热 但是他会给你无微不至的呵护 他会长期的追求陪伴在你的身边 所以亲爱的近期呢 会出现一个还不错的桃花在自己的身边哦 可以好好地去注意一下 那么已经在恋情中的人呢 可以看到你的伴侣哦 将更加的 仔细 将更加的负责任 更加的对你有周到的这种体贴了 两个人呢 可以有更多思想行为上面的磨合 他也会去做一定的反省的 但是他对你呢 绝对是很真心实意的 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 让你看到他的真诚 表达自己的想法 表达自己爱你的决心 接下来呢 我们出现了思想这张牌卡 旁边出现了宝石 那代表着近期 你会有很多好的一些想法 会有绝妙的一些创意 头脑呢 会突然开窍了 去突破你的一些瓶颈期 所以可以好好的去放松 也相信自己哦 当你没有一些好的选择 没有好的一些决定想法的时候 那么你就去好好的睡觉 或者是去玩乐 去休息 去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当你放松之后呢 就会有很多好的idea 进入到你的头脑里面 一定保持正面 就会有更多清晰的想法 另外你要知道情绪呢 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你的内在是有无限的智慧 不管是好情绪 坏情绪其实都是为了提醒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那有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委屈 那代表着你可以主动去争取更多的一些资源 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忌妒 觉得自己拥有的比他人更少 那么就代表着你需要更加努力的提升自我 那有时候呢 可能你会感觉一种孤单 在这种孤单感之后 你就会明白 哦你是需要去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的连接 是需要更多的走出自己的家门了 有时候呢 你可能会感觉到忧郁 那这种忧郁呢 就是让你清楚的感觉你的身体告诉你 你要好好地休息 让内心的伤痛去做自我的修复 所以珍惜一些消极的情绪 珍惜一些可能你觉得不好的灰暗的一些情绪 而是化情绪化悲伤为动力 让自己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去做点事情来弥补 懂得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改变 也会看到该努力的一些方向 所以近期呢 自己会有很好的一个调整状态的 除此之外 你也会遇到一个很年轻的女生 你们玩得非常的开心 是情投意合的 所以也多去参加一些活动聚会吧 在这些活动里面呢 或者去参加一些培训 在这些玩乐之中 你是会收获到情投意合 或者是志同相合的人 你们会玩得非常的无忧无虑 很开心 收获到新的一些友谊 接下来宇宙告诉你 我先来展示拍卡 其实好多事情你都可以办成 你是需要相信自己就好了 努力积极的去争取创造自己想要的人际关系 自己想要的一些事情 多去大自然中走一走 对自己会有很多的好处 多晒一晒太阳 也会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增加免疫力 心灵上面呢 也会更多的一些养育哦 特别是对于亚洲的女生来说 很害怕晒太阳 但是宇宙想告诉你 凡是日照长的地方 你看到鲜花呀 或者是树木啊 植物 它都生长得特别的好 我们人类也是这样 我们是地球上面的生物 我们是需要光照的 所以我们的晒的阳光哦 日照越多 实际上我们就骨骼越强壮 我们的身体就越强壮 而且我们的心灵呢 也会生长得特别的好 千万不要去躲避阳光哦 这样呢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进入到 忧郁的这种能量里面 近期多去晒太阳 绝对是有好处的 也希望呢 你如果一直在城市生活的话 还是要多去一些田园风光的地方 还是要去登山啦 去远逐啦 去划船啦 去有河流的地方 多接近大自然 会让你吸取更多的一些灵气的 远离城市 烦躁的声音 浑浊的能量 那么多人在城市里面 乌烟瘴气的 你需要时不时的去摆脱 时不时的跟真正的生命去进行连接 不要一直在 可能拼搏自己的事业 不要一直专注在挣钱上面了 我们来地球呢 是来感受生命的 是来体验地球的风 水 火 土 阳光 是来感受所有这些空气 大自然的大自然的能量的 而不是让我们生长在城市里面去做努力的 所以这一点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合理 也要让自己呢 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时间 另外 你有自己喜欢的人吗 你有自己心动的人吗 宇宙支持你去大胆的表白 不要太过于的暗恋 或者是把自己的喜欢隐藏在心思里面了 你只有真正的去表白 真正的去追求 真正的去面对面的接触 你才知道这个人是否是合适的 是否是喜欢你的才不会容易错过缘分 即使最后你去争取表白了 那对方呢 他依然有其他的选择 那代表着你们的缘分浅薄 但是如果你不去争取的话 你永远都不会有好的一个结果 至少在争取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更加的大胆 你会更懂得如何去争取自己的爱 如何提升自己的情爱技巧 如何去让自己在表白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更懂得去做一些进取之心 所以亲爱的 一定要去表白你的真心实意 包括可能有一些你需要感激的人 包括有一些在你的生活里面 给予你帮助的人 你都可以表达一下你的感恩之心 有感恩之心的人 有进取之心的人 运势一定不会差 人际关系一定会越走越好 那越走越美妙的 近期可能在事业里面呢 会受到一些异性的压力 或者是异性的干扰 没有关系 你是可以排出万难的 只会有小小的一些干扰 但是呢 这个时候是去培养你的耐心 是培养你的专注度的 你是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得到大的一个成长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公平公正的 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站在考虑问题的角度上面 你只要客观的 你只要公平公正的 最后呢都会得到好的一个回报 也许在当下 你可能吃了一些亏 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妥协 你可能要让出一些利益 或者是要多花一些时间 精力去做一些事情 但实际上呢 宇宙告诉你哦 你付出的未来都会 积极的回报到你的身上 你在学习里面 你多付出了一些学习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不会白白的浪费哦 因为你是会收获到更多的一些知识跟智慧 你在工作里面可能当下你加班加点了 你没有收获到相应的加班加点的一些工资 但是呢 你的工作效率是会提升 但是呢你的工作完成度是会提升 但是呢你的领导或者是你的老板 会看到你的尽心尽力哦 未来呢他可能会给你更多的一些项目 无论如何当下呢 不要去做太多的一些计较了 而宇宙也告诉你 他会绝对给你很公正公平的回报的 近期你只要让自己的心灵 更加的平静舒适 保持着一个积极性 你都会感受到身心灵是越来越棒 你都会感受到运势会越来越好的 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学业里面 也有负值的可能 也有这种事业更加进步的可能 也可能会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呢 考试会越来越顺利 你自己的学业上面也更加的一些优异了 而且会出现一些好的机会在身边 人际关系上面呢 友情会修复 你也会收到更多人的一些称赞 许可 可能也会和多年的好朋友 老友去取得一些联系 跟旧的朋友呢 言归于好 可能跟别人建立更多信贷的关系 如果有的朋友 你有一些过去的债务 你有信用卡的债务 还没有偿还完的话呢 你会开始用新的一些理财方法 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好转 让自己的欠债呢 会开始慢慢慢慢的去进行一个偿还 可能不会一下子就偿还 偿还完 但是你会看到通过你当下的一些步骤 一步一步的 那这些债务呢 是没有危机的 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好吗 另外宇宙告诉你 近期在你的时间管理能力上面 是有提升的 如果你有拖延症呢 如果你老是迟到的话呢 那你看到哦 你不会再迟到了 你也不会再拖延了 你会更多的守时 你会知道在什么时间点去完成哪一些事情 工作效率是有提升 除此之外 自己的分析跟判断能力也是有进步的 自己的演说跟表达能力也是有进步的 人际关系上面多去做一些沟通吧 以及如果你在做销售的话呢 你也会很快的得到客户想要去购买这样的一个欲望的 无论如何自己多多的利用你的语言能力去做沟通 去做销售都是很好的 你也会知道哦 在什么样的场合 在什么样场景 讲什么样的一些话语 自己头脑挪进能力也是会提升的 在人际关系上面可以多一些倾听 也许有的人他会很难过或者是不舒适在你的身边 这个时候呢 你就询问一下 你怎么了 一切都好吗 可能他就会想去讲他很多的一些事情 这个时候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在身边倾听他 那个时刻呢 他其实就已经痊愈了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哦 当别人倾听自己的一些麻烦心情的时候 并不需要对方给予任何的一些意见 只要倾听我们都感觉到很舒适 那这个时刻是可以拉近你的人际关系的 所以记住在你跟朋友约会 或者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 多一些倾听 少一些去讲自己的一些故事 千万不要夸夸其谈 会让你更值得被尊重 在生活之中呢 不要试图去控制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专注在自己 不属于自己的事情上面 比如说我们少一些欲望 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其实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陪伴你终身 是可以给你一直带来价值跟作用的 我们可以放低一些自己的欲望 或者是我们可能想要的那种成功 放低一些会让自己更加的接地气 会让自己少一些浮躁跟放松 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些挑战 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些争取了 你只要顺应而为 接受宇宙当下给你所有的安排 可能对未来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期许 它就是一种期许 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 会让你建立更美好的生活状态 而且你一定要相信宇宙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觉得 宇宙啊或者是未来啊 给我们太多的考验 会安排我们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充满敌意的去观看宇宙 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 心态哦 你一定要相信宇宙会给你所有最好的安排的 即使当下你跌倒了 那么也是宇宙给你的好的事情 举个例子 如果你失业了 那么你就知道宇宙会给你更好的事业 人生会进入到更好的一个阶段 你会有更多的一些成长跟收获 或者如果你失恋了 那么你就知道宇宙会给你更好的安排 会给你更好的恋人 如果你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相信宇宙的心态 那么你的周围只有好事 没有坏事 把这种相信宇宙的状态变成一种习惯 对于任何事情 我们都相信它会有更好的发展 有失才有德 我们愿意屈服于生命 我们愿意逆流而上 我们愿意顺其自然 把这种光芒带到你的生活习惯里面 你是可以有更多才能跟天赋的激发的 你是会更加积极自信的去展现自己的 你也会收获更多的满足 更多的幸福 所以亲爱的宇宙呢 是想告诉你 它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而如果有一些安排呢 是不适合你的 它是会撤离的 它是会拿走的 但是拿走之后 一定会给你更多更好的祝福 你一定要相信它 好吗 让你有更多的自由感 让你有更多的一些放松感吧 你呢 是可以获取闪耀的人生 收获最美的幸福的 所以亲爱的 千万不要着急哦 保持平和的心态 去接受一切吧 好 最后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亲爱的 宇宙当下给你哪一些重要讯息呢 首先 它觉得你最近呢 是有一些辛苦了 是一直背负着一个像刺猬的壳 让自己有一些非黑即白 希望你可以放轻松一些 减轻一些欲望 降低一些对公民利路的要求 对自己的高要求高标准 你不需要过度的自我保护 你也不需要太多的设置安全距离 或者是屏障 心情放轻松一些 生活就会更多的自在 不一定非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 或者是很富有的人 最主要的是我们到地球来生活 我们来感受人类的七情六欲 我们来感受美食 我们来多去地球不同的地方看一看 我们享受阳光 我们享受空气 我们享受沙滩 我们去海洋漂流等等的 希望你可以让生活呢 更加的多姿多彩 实际上心情放轻松是一种习惯 希望你可以养成这种习惯 让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不去计较 不去比较 没有太多苛刻的要求 其实从小你可能的生长环境 有教育你哪一些是好的 哪一些是坏的 实际上所有的都是体验 没有好没有坏 穷是一种体验 富是一种体验 我们开心是一种体验 我们可能失望是一种体验 无论如何七情六欲 能情冷卵 多多少少都去感知 才会让自己有更多丰富的渴望 更多精彩的感受 你的灵魂 它是想渴望所有的一些事情的 所以你不要只是逼迫它去工作啦 只要不要逼迫自己 一定要获得好的成绩 一定要很富有啦 千万不要着急 每一天提醒自己 放轻松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就可以适度的放松下来 让自己不会处在一种紧张 或者是焦虑 或者是压抑的情绪里面 活一天 享受一天吧 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你会自得其乐 你会完完全全的 更加享受生命的 也可以跟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 听一听朋友诉苦 或者是告诫一些朋友 告诉他们 放轻松 慢慢来 一切都会好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实际上会让你更加享受 作为人类 作为动物 在地球上面生成的 我们是到地球上面来玩的 我们是来感受的 我们不是来苦逼的去生活 为了一些生不带来 死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东西 而去拼搏的 所以 Easy Relax 让自己慢下来吧 只要你慢下来 你就会更多的感受到幸福 你也会和自己 有更多内在的连接 你的灵魂也会非常的开心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宇宙都在给你一些积极的讯息 都在给你一些好的能量 有时候急躁了 或者是情绪上面波动了的话呢 就很难抓取到这些能量 很难抓取到这些机会 只要你慢生活 只要你放慢自己的脚步 在自己的心态下面呢 也放慢的话 你就会抓住好能量 你就会抓住好机会 你就可以在人生的这个旅程里面呢 感受到更多的趣味 感受到更多的轻松自在 好 我们来展示一部分的牌卡 为你做占卜 近期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 会出现一些竞争 或者是出现一些争论 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些敌对 嫉妒 但是没有关系 放轻松就好了 那可能会出现有人不喜欢你 那不喜欢你的人呢 自然是能量不同 但也有有人呢 可能会指出来 他看到你的一些事情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思考了 也许会给你一些新的想法 也许会让你做更多的自我检视 自我的观察 当然你也会看到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合拍的 所有的动物 他都是有不同的需求 他都是有不同的梦想 我们要认可自己 我们也要看到 你跟其他人的区别性 所以一定不用去随大众 你就好好地做你自己 创造自己想要的梦想就好了 要有区分心 要有边界感 也要有自我的一些坚持跟主张 无论如何人际关系上面呢 会有很多丰富的一些经历 这些经历呢 会提升你的情爱技巧 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认知 让你在思想上面 让你在这种交际能力上面 更加的成熟 收获到更多的一些智慧 很多时候呢 宇宙想 教导我们一些东西 他会让我们跌倒 我们才知道 哪些地方是 可能要注意行走的 那哪些人是要避开的 保持着一个感恩之心 放轻松一些 你就会游刃有余 你就会在任何事情上面呢 更加的如鱼得水 很好的是 你自己呢 也会在修行 更加的温和 更加的中庸的力量 近期呢 你会像女皇 女王一样 有更多的包容之心 懂得体贴他人 做事情更加的优雅 知性并且大器 即使你是男生的话呢 你也会有一些母性的这种光 会要懂得去以柔克刚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会用你的理解度 会用你的格局 去处理一些冲突 让世界呢 让世界呢 更加的和谐 所以心态 是更加的温柔 温和了 不会过于的刚硬 或者是直男 如果你是女神的话呢 近期会看到你像水一样的 会有这种张弛度 会有这种弹性哦 在语言能力上面 在相处模式上面呢 都会给人一种很舒适 平衡的状态 当然对自己呢 你会有更加的信心了 无论你是男生女生 近期会更加的漂亮哦 近期呢 会更加的有魅力 有气场 那好的一种状态 自然会吸引到 别人的一些追随 别人的一些眼光 近期在情感关系上面 你是可以去做选择的 不止一个人 想要跟你 你有更多情感的紧密度 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些发展 所以你可以去选择 更加适合你的人 追求者呢 身边是有的 暧昧你的人呢 也是有的 想跟你发展关系都是有的 自己是充满着光芒的 这个时刻呢 可以轻松一点 选择自己喜欢的 不要以结果去选择 而是凭着自己的感觉 凭着自己的喜好吧 身边呢 也会出现 比你更加年轻 年纪更小的人 可能会出现 一些有差距的人 也有可能会陷入到 三角链的选择之中 无论如何 桃花会出现 躲躲开的情况 身边也会出现 熟悉的人 想要跟你建立 更加忠诚的关系 也许会遇到 旧的一些朋友 也许呢 会有前任 想要跟你复合 也许呢 会有之前的一些暗恋者 想要对你进行表白了 那目前呢 也希望你多多的 走出自己的家门 去社交 去参加一些活动 去参加一些聚会派对 把你的光芒展现出来吧 让更多的人 看到你的美好 看到你的魅力 身边是有人 想跟你建立 真心实意的 情爱的 那么你自己 可以好好的去分辨 好好的去选择一下 进入到自己 想要的情感关系里面 那还会出现一些 远距离的光明情感 有人呢 是想要通过网路 或者是想要通过社交媒体 或者是通过邮件 传递一些愉快的讯息 也许想要邀约你 一起去旅行啊 也许是好久没见面了 想从很远的地方 来到你的身边 跟你相聚啊 对你呢 是有思念的 是有人在想念着你 是有人在远方祝福着你 是时不时的有人还会梦见你哦 近期你的人缘运势 确实还是比较强的 桃花运势 也是比较强 有时候在工作中呢 可能会有一些困惑 如何去增加自己更多的收入呢 如何去完成当下的一些项目呢 如何去获得更好的一些成绩呢 宇宙告诉你放轻松 你会在天时地里人和的时候 到达该去的地方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成长吧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了 有多的钱呢 我们就多存一点 我们就可以多捐助一点 少一些钱的话呢 少一些物质的话呢 我们一样可以 只要是健康的平安的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 工作呢 也只是让我们换取好的生活质量 让我们赚取足够的金钱的 不用逼迫自己 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精力 奉献在事业里面 其实真正的还是要去享受生活 有时候让我们快乐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金钱会获得的 另外后得债务 最主要的是 你有多少的能量 你就可以承载多少的福气 承载多少的金钱物质 如果当下呢 你对自己的金钱物质 并不是很满意的话 你要去提高自己的能量 首先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的早睡早起 有规律 注重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少吃一些肉 告诉你哦 少吃动物的肉 也就是动物的尸体 会让你增加财运的 一般吃素的人 财运呢都会比吃肉的人好很多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三个月不吃肉 你看一下你的财运会不会提升 那么在自己保持好的一个生活节奏 保持感恩之心 保持心态呢更加的积极乐观 多做一些善事之后呢 你能量提升 自然而然你就会看到你的财运也会提升 很多的一些金钱或项目 它会主动来追逐你跑的 千万呢不要去追逐金钱 一定要去追逐提升自己的身心灵健康 提升自己的能量 多给自己爱的能量注入 宇宙中最强的能量就是爱以及真诚 做任何事情保持着一个真诚之心 保持着爱的能量的话呢 有利他人主义 有爱他人的主义的话 那么你就会收获更多的人际关系 更多的金钱财富 这一个讯息受用终身哦 一定要记住 还有就是最近呢 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 有死亡也有重生 有的人会离开你 但是也会有新的人事物进入 也可能会有旧的一些人事物进入 跟你破镜重圆 重修就好 也可能会有一些更加和拍的 更加情投的义和的人进入到你的生活之中 所以对于任何事情不要害怕失去 有失才有德 旧的不去新的也不会来 我们自己的磁场空间就像一个盒子一样 这个盒子只能装这么多东西 装这么多的人 装这么多的记忆 装这么多的一些事情 你有时候呢是需要离开一些旧的环境 旧的人 清空一些盒子 很久没有触碰的东西 那么才有新的一个空间呢 可以放入新的一些东西 请保持对未来的好奇心 保持着冒险精神 这样的话呢 你会获得更多新鲜的学业 也会有更多的新鲜感 其实会让你自己更加的青春年轻 在做事情上面呢 也会看到你更加的正义 更加的公平公正 会站在更客观的角度去思考了 也开始不被权力所捆绑 也开始放下一定的功利心 未来呢 你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是可以成为一个leader的 目前呢 在你的性格上面 在你的思想上面 正在往这方面去培养 所以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 可能也会见识到一些极端的人 或者是一些非常自私的人 可能有的朋友也会遇到 很不公平的领导老板 其实这些呢 都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感知 更多的一些学习 让你看到哪一些地方是要去修正的 是你不能去学习的 那哪一些地方是要去吸收的 哪一些智慧是可以拥有的 所以自己呢 也会在思想上面去做一些取舍 生活习惯上面会去做一些取舍 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修习 那自己思想的这种觉悟能力呢 也会得到一个提升 让自己更可以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角度 去做审判 去做评断 所以在性格习惯上面呢 也是在往好的一个方向去做转变的 你即将进入到人生新的一个节奏 新的一个周期里面呢 所以当下呢 会有更多的体验而去成长 而让自己的想法上面有更多的吸收更加的一些智慧 未来呢 你是会逐渐养成 可以被别人尊重 可以被别人追随的人 你会更多擅放你的利他主义 会擅放更多的一些爱 并且有更多的一些感恩的 会懂得去放下一些权力 真正为他人服务的人 给别人带来一些利益好处的人 自然是会被追随 自然会被推成为很强大的leader 这样的一个人物团队的核心人物的 就像三国演义一样 刘备他什么都不会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只要手下呢 有很厉害的干将就好了 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 如果老板什么事情都懂了 什么事情都会做 那还要员工干什么 老板呢只要解决资金上面的麻烦就好了 未来呢你会成为这样的一个 很有核心能力 很被大家尊重推崇的人 你会帮大家去解决一些小麻烦 但是你也会身边巨龙 很多有才能才干的人 他们会来帮助你 他们会来支持你 克服困难发展你的事业 发展你的项目的 这一点不要着急 当下你就去建立好的人格 就去建立好的名声 就去学习一些有智慧的思想 有智慧的人 成功的人 他们是怎样做的一些行为方式就好了 所以运气也在提升 自己的金钱财富上面也会有成长的 开始更懂得理财 开始有更强的决心去储蓄 学习更多的财富知识 银行的账户数字呢也是越来越多 因为未来呢你是可以做大投资 可以去做创业的人 如果你想的话 所以当下呢你会知道资金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金也是链呢 现金链呢也是很重要的 你是有足够的决心哦 让自己有很好的储备资金 未来在遇到好的项目 在遇到好的投资的项目的时候呢 你就有足够的金钱去投资了 所以财运呢也在增加 近期自己的创造能力 发明新事物啊 开创新概念呢 新的idea的能力是很强的 一定要信任你的头脑哦 信任你的一些新想法啊 有了好的想法呢 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利用 或者是去给未来做好的一些计划跟规划 还有在自己的情绪与压力调试能力上面也会加强 当然我们肯定会出现不开心 或者是消极的时刻 但很好的是当你遇到这种消极能量的时候呢 情绪的时候你是会自动的去做自我疗愈 自我的调整的更好的看到积极的乐观的那一面 所以近期头脑里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正念 还有就是自己的理解能力也加强 可以感同身受 可以试着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做思考 去做判断 自己的思维格局是有更多的打开 自己呢也会更加的开放 接收新的一些思想 接收新的一些文化 接收新的一些人去新的地方 去新的环境做一些冒险 做一些体验 好 那宇宙呢 这边要给你一些提示讯息 我们每个人啊 多多少少都在小时候情感里面经历过一些创伤 我们内心的内在小孩呢 都是有一些创伤的 可能我们会缺失一些安全感 可能我们会对于一些情爱呢 是有一些不信任的 也许小时候你经历过父母吵架 让你会害怕投入到情感里面 害怕自己未来跟恋人也会吵架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来自于比较浮躁复杂的原生家庭 或者是单身家庭 所以让你在爱里面呢 少一些缺失 也有可能小时候呢 爸爸妈妈有打过自己 有非常严厉的批判自己 那个时候就会害怕自己做错某一件事情 无论如何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 你们内心的小孩呢 多多少少对于爱情不会百分之百的信任 百分之百的放心 有时候你们会有比较多的自我保护 这样的一个界限所在 害怕自己在情感里面受到伤害 害怕自己很真诚的奉献之后 最后没有得到开花结果 失去了时间浪费了爱情 实际上宇宙告诉你 这些都不是浪费 都不是失去 都是一种体验 都是情感的过程 在感情里面 无私的奉献自己 也许在这份情感 你没有收获 但是下一个爱人 他一定会回报给你的 任何事情都是因果关系 你一定要记得 也许在这个情感里面 你付出没有回报 但是下一个恋人 一定会像你之前付出那样 去付出给你的 保持开放性 去信任宇宙 你会收获爱情 你会收获浪漫 你值得被爱 你是优秀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想法呢 就会呼唤到 甜蜜的 正直的 以及非常浪漫 认真的爱人 来到你的身边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心动的人 那就大胆的去表白 大胆的去追求 不要害怕 不要落落 不要怂 就是去表达你的真心 真正爱你的人 他一定会留下的 而离开的一定是不适合的 离开的是他的损失 他失去了一个 想要珍惜他 爱他的人 而不是你的损失 你只要在任何情感里面 尽力而为 不留遗憾 真实的去表达自己 那么你就会享受爱情 你就会享受 除了这个过程之外 在未来 你也会收获到 真正对你真心诚意的人的 你是自己生命中的女王 你可以戴上自己的皇冠 大胆的去爱 大胆的去感受 大胆的去体验 你越勇敢 你收获的福报 你收获的能量也就越多 另外呢 也希望你可以像皇室成员一样的 去对待你自己 好好的爱你自己 说自己想说的话 做自己想做的事 更加的自由一些 更加的大胆一些 更加的轻松一些 不要计较一个得失 最终都是会烟消云散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祝福你 梦想成真 但有时候呢 你也可以去期待一些意外之喜 不要给自己设定太多的一些梦想 而是随遇而安 因为梦想呢 是你已经在自己有限的想法里面 去设定的一个期待 但是如果你不期待的话 说不定会有更多的一些意外的可能性 超出你的预知 你只要等待宇宙给你最好的安排 而在当下呢 享受每一时刻 开开心心的去感知所有体验就好了 身边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人 他很喜欢抓马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偶像剧啦 或者是看一些综艺节目 里面呢都充满着一些抓马啦 吵架啦 竞争啦 对立啦 这些 人类这个动物 他是很喜欢的 他会觉得很热闹 会喜欢听一些八卦啦 喜欢看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啦 但是呢 并不代表你要去参加到这些戏剧性的表演 参加到这些抓马的事情里面 远离喜欢抓马的人 想要去建立抓马事情的人 那么远离一些戏剧性的争吵 或者是对立 这不是一种懦弱 这不是一种逃避 这是一种让自己可以平心静气的享受我们的生活 当别人想要跟你产生争吵的时候 你就离开吧 当别人呢 想在你身上寻找到一些情绪价值的时候 特别是把你当成垃圾桶 向你诉苦 或者是希望你给予一些帮助 只要你不愿意 你都可以走开远离抓马的事情 戴上和平的面具 以及让你的生活成为一个没有戏剧性的区域吧 你是不需要跟一些市井小民在那边争吵在那边争斗 去争夺一些小的利益去做任何的比较的 你是一个很大气可以戴皇冠的人 所以把格局放大把目光放更长远 在一个放轻松的阶段好好的享受生活 不断的去吸收 不断的去观察 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成长就好了 未来是可期 未来是可以做大事情的 当下你正在准备 正在储备之中 不要着急哦 好好的去享受你的情爱 好好的去感知地球上面的动物生存的这种环境 以及去了解自己的人性吧 你会乐在其中的开放一些 轻松一些 自然会悠然自得 亲爱的宇宙呢 是爱你的 它会给你越来越宏大的事情 也会给你越来越多的幸运能量 你就安心地去玩乐 安心地去体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呢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